蜂窝性组织炎症状有哪些?蜂窝性组织炎如何治疗与预防? 蜂窝性组织炎原因 澳洲维多利亚省健康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指出,蜂窝性组织炎是皮肤与皮下组织受到细菌感染所致 蜂窝性组织炎较常发生于曾经受伤或发炎的伤口。 蜂窝性组织炎较常发生于曾经受伤或发炎的伤口。 蜂窝性组织炎较常发生于曾经受伤或发炎的伤口感染。 蜂窝疗伤、烫伤、擦伤、割伤的伤口感染。 手术伤口 蜂窝性组织炎较常发生于曾经受伤口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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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立教育医疗机构院长挖田满说明,皮肤平常是非常强壮,能够抵御外部来的细菌,然而如果轮宠钉要受伤,擦伤 或是因为异味性皮肤炎,湿疹而导致皮肤弱化,抑或是感染传染性浓泡疹或是白选的病患,都可能破坏皮肤原有的防御力,容易使细菌入侵,造成感染 而引起蜂窝性组织炎的细菌,其实平时就存在于人体皮肤表面,常见的种类包括 化膿性炼球菌,广泛地存在在自然界以及健康的人的鼻子咽喉,平常不会造成威胁性 但是一旦侵入人体,可能会引发各种化膿性的发炎反应 黄色葡萄球菌,分布在空气、土壤或是水源之中,人类和动物身上都很容易被此菌附住 蜂窝性组织炎症状 蜂窝性组织炎的病造最常出现在小腿,并且可能合并某些全身性症状 澳洲维多利亚省健康与公众服务部 以及与美国洛杉矶西达塞奈医学中心 CIDAS,CINEI Medical Center,也列出了一些蜂窝性组织炎常见的症状 皮肤发红,重胀,僵硬,发热 皮肤部分区块僵硬或疼痛 鱼血 鱼血 一回事 〈鱼血 Him além的呀,悲怨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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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烧,头痛,打冷颤 摔弱 皮肤流出或渗出黄色,清澈液铁或浓,四化浓,皮肤溃烂貌 从蜂窝性组织沿的原先位置延伸的红色条纹。 如果出现以下症状,建议紧急就医。 大片皮肤的红肿,发炎。 发烧。 换部出现感觉迟钝、刺痛或其他手部、手臂、腿部或脚部的变化。 红肿部位为眼睛周围或耳朵后方。 。 糖尿病患者或免疫系统低弱者。 。 蜂窝性组织炎病发症。 澳洲维多利亚省健康与公众服务部指出,感染若扩散,可能在淋巴结肿胀,在腹骨沟或腰下形成硬块,并导致发烧、出汗、呕吐等症状。 。 西达塞奈医学中心资料则指出,虽然大多数没有并发症的病例较容易治疗,但某些病例的并发症则会非常严重,包括大范围的组织受损或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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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窝性组织炎是因细菌侵入所引起,应挂感染科,由感染科医师根据细菌感染相关疾病及抗生素应用的专业,进行诊断与治疗。 。 蜂窝性组织炎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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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蜂窝性组织炎的病因是细菌感染,所以抗生素的治疗是最重要的。治疗方式包括。 1. 口服抗生素治疗,服药添数根据病情严重程度而定,Cephalexin, Amoxicillin等等 2. 类固醇抗发炎药物 3. 止痛药 4. 抬高换步以避免肿胀 5. 保持伤口前径,并医指示使用敷料、纱布 6. 手术 6. 细菌感染 6. 细菌感染 6. 肿菌感染 6. 细菌感染 6. 肿菌感染 7. 如果遇到较严重的症状如伤口溃烂,则可能需要开刀进行引流、轻创、甚至节肢处理 8. 蜂窝性组织炎高危险群 免疫力低下和外商均会增加蜂窩性组织炎的发生几率 1. 受伤后伤口护理不佳者 2. 糖尿病患者 3. 皮肤疾病患者 例如湿疹、水痘、泡疹等等 5. 肥胖者 5. 肥胖者 6. 白血病患者 7. 艾滋病患者 7. 艾滋病患者 8. 静脉注射的吸毒者 9. 之前罹患过蜂窩性组织炎的人 9. 蜂窩性组织炎如何预防 9. 蜂窩性组织炎 9. 蜂窩性组织炎的预防方式其实十分简单 9. 只要做到以下三点 1.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2. 只要有伤口出现 不管伤势多轻 都必须及早处理 并注意伤口清洁 3. 伤口产生的当下 可先以盐水冲洗掉混杂进伤口的异物或是脏东西 再保持前噪 并注意有没有发炎状况产生 3. 维持正常的作息以及习惯 5. 尽量避免酗酒或是熬夜等不良习惯 以免降低免疫力 5. 蜂窩性组织炎常见疑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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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误以为蜂窩性组织炎是被蜜蜂试咬所引发 其实不然 5. 蜂窩性组织炎的病臊味于皮肤 由于发炎的皮下脂肪呈现蜂窩状 所以才会取这样的中文名称 从它的英文并名 Cellulitis 亦能知道蜂窩性组织炎与蜜蜂并无关联 2. 蜂窩性组织炎需要冰敷吗? 蜂窩性组织炎可以利用局部冰敷的方式 减轻疼痛避免发炎症状持续扩大 另外也可以透过抬高换脂 让血液可以顺利回流 以消除水肿 3. 蜂窩性组织炎会复发吗? 蛙田医师说明 大部分的患者都不会有复发的状况 但是也有少数患者8%至20%在一年之内复发 为避免复发 应根治到底不可接待 4. 蜂窩性组织炎会传染吗? 蛙田医师指出 蜂窩性组织炎非传染疾病 并不会透过肌肤接触而受到感染 直接接触也不会受到感染 5. 蜂窩性组织炎会需要住院吗? 除了有以下的状况 否则不需要住院 1. 发烧 2. 全身无力 3. 症状发展快速 4. 原本就有其他疾病 加重的状况 5. 吃了药之后依旧没改善 6. 蜂窩性组织炎要多久才会好 大多需要5-14天的时间去治疗 不过根据患者的状况 可能也会需要更短或是更长的时间 因为必须根据患者自身的免疫力 及感染状况去判断疗程 另外如果是住院的话 如果症状有明显改善 或是医生判定可以改为口服药的话 大多就可以出院了 5. 最后提醒一下 千万不要自行判断自身症状而停止服用药物 因为这有可能会导致复发或是让状况变得更为严重 认真听从医生指示 才是上策 5. 蜂窩性组织炎的自我保健 多休息提高身体对抗感染的能力 抬高换步 帮助减轻疼痛 重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